也因為這次的司法官集體收賄醜聞 讓成立廉政公署的構想 再度浮上了檯面 行政院長吳敦義今天證實 將會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立廉政公署 不過呢 卻被綠營猛批 綠營說 馬政府根本是著是金飛 因為民進黨執政時期 國民黨在立法院 已經26次反對成立廉政公署 現在才要臨時抱佛腳 恐怕效果不大 70年代的香港為了揪出貪污舞弊的高階警官 香港政府成立廉政公署 效果好到連新加坡也跟進 而台灣可能就是下一個 雖然被綠營猛批換了位置換了腦袋 吳敦義也只能摸摸鼻子認了 不過台灣版的廉政公署不但要枕邊政風調查員 未來檢察官也可以指揮 法務部的政風司也將走入歷史 但是還沒成立就被司改會唱衰 你有了這個專責機構 你到底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不然的話其實成立了以後 所有花的資源都是我們納稅人 小的納稅錢 就算民間不看好 行政院還是要讓廉政公署儘快上路 因為馬總統最重視的清廉不能再破功 民視喜歡動搭